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来拍一个影片 是徒手撕胶带 那我想各位经常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手上有一个胶带 但是你又没带剪刀也没带小刀 那时候该怎么办 我想这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教各位 要怎么徒手撕胶带 那大家都知道嘛 天下武功唯一快不破 所以这个速度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最好是你要 这个指甲又越长 不要说越长了 要越强也好 那很可惜我今天指甲 前两天刚好剪掉 而且还磨得很圆 可能有点困难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们来教各位 大概是要怎么弄 那就说指甲当然是越硬越好 太长也容易断 要小心 那就指甲不要太长 那我们来开始吧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一个箱子 那一般来讲 这个胶带 这种胶带 这个透明的很讨厌就是怎么样呢 你一旦黏在上面 头在哪里 你都找不到 所以我们也顺便 来教各位 这个撕完以后 不要让他找不到头 那我们来打个比方好了 说这一个长度 我们可以先 拉我们要的长度大概这样长 然后你把这个拉在手上 各位仔细看 这个指甲 你要跟你的 左手 要跟你的肉 大拇指跟你的食指 要压紧 然后呢 很迅速的往后拉就好了 那我来拉给各位看一下 速度是要快一点 我刚才有讲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这样就断了 那你就可以去连了 我们再来撕一下 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撕两张 多撕几张 不要说这是侥幸 三张 四张 五张 那我的手并没有特异功能 只是这技巧的问题 所以大家 那个 没事 在家里多练习 这一点才22块而已 你练习100次你就成专家了 所以这是我今天下午练习 三个小时的结果 你如果没撕断怎么办 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 你宁可把它拉长一点 这样子 就断了 不要再跟它对抗 因为如果一次没撕好 就放弃那个部分 先把它撕掉 那刚才我讲 这个胶带被连回去 你很难找 很难找它的头 那你撕完以后 这个手指头不是连在胶带吗 你就把它这里 把它对折 换回去就好了 这样的话 这边 这边因为它没有黏性 你要以后要从这边要抠 会变得很容易 各位有没有看到 因为它这边 我们撕完以后 对不对 这里 被有人折过来了 所以它这边自然会 会撬起来 它不会有黏性的嘛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 会变得相当容易 好 好了 那我们撕胶带 撕好了 那我 我的 因为我指甲本来就很短 所以指甲没有断掉了 当然如果很爱漂亮的小姐 指甲留很长 就不要尝试了 那万一指甲弄伤了 就不好 那以上呢 是我为各位 示范这个 徒手撕胶带 那 不晓得有没有 帮助到各位 当然 因为这个也可以说算是一个 会片 这可能大家都用不到的 就是很废的一个片子 那 纯粹是 让各位笑一笑嘛 那我们今天的示范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观赏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